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战主圣明 好 我们一同期礼 时间一到 把我们的宋战荣耀费给我们的主 宋战荣耀都会主宰 宋战荣耀 赐草全能真身 大海事愿 才入神之 为人手 私舍身 宋战主圣明 宋战主圣明 宋战荣耀贵主圣明 宋战主圣明 宋战主圣明 宋战荣耀贵主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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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账主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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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成为奇妙者许 奉命全能积聚 同志天下万国万里 掌权不咒不尽 送账主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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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金一片 乘首和天 五岁遥 百世波浪 日光之下 宾遍山坡 年金山坡 折尽荒 庄家族族 明彩同仁 心碎天 我们无休 采取他的手去满满 手和幸福的救援 无论清晨 无论成功 拆却他们去工作 直到夕阳 消息做梦 奔赴他们去收歌 庄家族族族 明彩同仁 心碎天 我们无休 拆却他们去满满 手和幸福的救援 主啊 我在这里 可以去唱两遍 主啊 主啊 我在这里 主啊 我在这里 我原先前世 伸多灭不据 其利 尊心神 幸福地 小命外星 里三万块 我生了你的事情 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 天心全力为你的梦 只能同那日还能见你 祝我 祝我 我在这里 求你 求你 听我细语 我为些人生 总留我记 尊心全力为你 求你欢喜 你曾为我收了你的事情 我只能对你无情无义 全心全力为你的梦 只能同那日还能见你 只能同那日还能见你 是的 谢谢主 全颂赞 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以下的时间 请我们的侯传道 为我们正道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今天没有办法放给大家看 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传讲的信息 在两千年前的一天 加利利山上有一群使徒围在耶稣的身旁 聚精灰神的听着耶稣的教导 耶稣讲完这些教导之后呢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升上天了 他说还要再来 从一世纪的使徒到二十一世纪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整整等了两千年 耶稣还没有来 他真的离开我们了吗 当然没有 他去乃是为我们预备地方 将来还要来 接我们去 他跟父门徒 赖心等候 一直到五群节那一天 门徒为在一起祷告 圣灵突然降下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 耶稣的大弟子彼得 在第一次的布道会就有三千人信主 第二次的布道会就有五千人信主 再然后就不计其数了 那么耶稣升天之前到底讲了什么呢 我们就一起来查考今天的经文 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六至二十节 请大家将这个圣经可以打开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至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亭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后还有人疑获 如果耶稣进前来 可对他们说 天上底下所有的贤币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或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创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想这三节的经文 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这也被称为是耶稣的 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 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 向门徒的一个托付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主耶稣已经升天有两千年了 为什么今天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呢 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人 没有听过福音呢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黑暗里 不知道耶稣是谁 当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向门徒颁发了这个大使命 需要让我们去 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当我们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 没有听过福音 不知道耶稣是谁 本来我准备的PPT 是在今年2023年1月份 INB就是美兰经营会的一个宣教部门 它做的一个统计 现在我们全世界已经超过了有80亿的人口 我们把这80亿的人口分成了一万两千多个族群 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但是在每一个民族当中 它还细分像壮族 大概就有四个不同的文化习惯的壮族 所以我们就将全世界的人口 80亿人口 分成一千两百个族群 福音传道的地方呢 大概是有四千七百个族群 也就是三十三亿人 这三十三亿人是有机会听到福音 也并且能够愿意伟感相信福音 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 而还有七千两百多个族群 将近四十七亿的人口 他们是没有听过福音的 或者他们还不相信这位旧主 所以说在主耶稣的福音没有达到的地方 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族群 将近超过三千个族群的将近三亿人 是福音从来没有到达到的地方 没有圈调是到那边去传福音 福音也没有机会传给那些人 那些人通常都是住在很偏远的地方 可能是在山上 可能是在这个 不是在大都市 就是人们很难到达的地方 我们也知道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 每一年大概有四十到六十亿 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的人 会因着任何的原因而死去 但是也有超过一亿的人口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有想到吗 每年去世的人口 是有五千万之多 很多的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 那他们死了之后 灵魂会去哪里呢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更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去完成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首先 耶稣得到了所有的权柄 我们看斐力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是这么说的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他 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比至上的名 将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 我们知道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三位一体 独一真神的人子 是在第二个位格 他成为人的样式 为了赎我们的罪 在于月节的那一天 替所有的人 做了提罪的羔羊 为我们的罪死掉 后来又复活了 成就了这晚回忌 其实耶稣一直是拥有权柄的 他在我们看过 四福音书 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将水变成酒 医病赶鬼 使瘸子能走 使瞎眼的能看见 使拉撒路复活 当然他自己也复活了 耶稣 他得到了这些权柄 不是我们地上的权柄 而是一切在天上 地上和地底下 一切的权柄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他 所有的权柄也是贵他 他还有一个最终的权柄 就是让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不仅仅在这一世 有生命死后了我们 基督徒更是有盼望的 所以说他是有 有生命死后的灵魂 受审判的这么一个权柄 举个例子 在我小的时候 九十年代初 我们 我的老家 有一个 我的老家 当时 有一个交 在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个交通警察 他的个子也并不是很高 然后站在路的中央 路的中央有两个 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台子 有两节 他是站在中央 来指挥交通 其实我印象中是 是当时是有红绿灯的 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 对于这个交通的这个纪律 并不是很很愿意遵守 所以有一位交通警察 就站在这个中间的台子上 来吹着哨子来指挥交通 他一个这么小 他这么一个 一位警察 这个吹哨子 用手来指挥 那这些行人 或者骑自行车的人 都会遵守他 为什么遵守他呢 因为他 他背后是 是 是有 有一个 有一个 国家 有一个 这个 人民 人民政府 在支持着他 那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 他是拥有天底下所有的权柄 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 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下 这也是他对门徒的宣告 他拥有了所有的权柄 大使命的对象也是给万民的 所以我们要有世界的观念 全人类都是主所爱的 大使命是给每一个教会 时间不分古今 地域不分中外 建制不分中派 凡属于基督 身体的一分子的 都有责任在这末世 向周围的人 甚至向全世界的人去宣教 神对世界的救赎计划 神托付给旧约时代 有杨当 有罗养 以及加弗拉汉的后裔 到了新约时代 耶稣道成肉身 亲自为我们做了这个挽回忌 成就了这救赎的大恩 更使宣教的工作更加的具有规模 因此属于基督的每一个肢体 在生活见证 以及祷告的方面 都结出了许多的果子 不仅仅在耶路撒冷 还要传至地籍 任何一个教会 任何一个地方教会 如果只顾及自己的负担 而不去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 将福音传至万国万民 那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是新约的教会 反之如果是遵行主耶稣大使命的教会 那主圣灵一定会特别的祝福 神的祝福也会更多的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中国有一句话说三百六十行行都出状元 因此神对于每一个人的呼召也是不一样的 只是神要求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有世界性的意向 世界性的负担 世界性的代求 更有甚者是世界性的见证 使万民做门徒 这是耶稣大使命的目的 我再将十九节到二十节来读一遍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有看到耶稣宣教是有策略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动词 有去 有使万民做门徒 还有施洗 还有遵守 在原文希腊文的里面 这么多的动词 有一个动词是最重要的 叫主动词 也就是使万民做门徒 我们有耶稣吩咐我们 首先要去 去了之后呢 还要给他们施洗 而且要教导门徒 但最终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万民成为主耶稣的本徒 这是主 这是大使命的最终的目的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托付 在历史一代 我们有很多的 可能有些已经都 已经被阻接走的 这些宣教士 尤其从中国的近代 这一百多年前 宣教士从各个国家 有从欧洲 有从美国 来到中国 去为给中国人带来福音 当然他们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的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宣教士 这个人叫戴德森 他的一孙不仅仅奉献给主 而且他更爱中国人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他的第四代 第五代的子孙 依然在侍奉主 依然在福音 能够传遍中国的每一个人 来做跟主一同的来做功 所以使万民做门徒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 是要我们在主里面合一 其实在初代的教会 就有很多人 说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的 其实教会里面 就已经有很多的分裂了 因为当时 因为起初 同心合一 在横切岛道的有十二个人以上 后来人数越来越多 就有一百二十个人 到了后来武庆节之后 彼得的步道一次有三千人 甚至五千人 信主 教会真的是欣欣向荣 但是一旦 同心合一 不在的话 那教会的分裂 这个宗派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同心合一 所以同心合一 我们是受一信一喜 在福佐书四章三至五节 讲得非常清楚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也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我们再看 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十二至十三节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的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围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引于一位圣灵 我们上一周 有两对姐妹 还有两个小朋友 受洗 当牧师为他们受洗的时候 牧师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为他们受洗 所以我们是归入 一位主 一位神 一位祢 我们要彼此的合一 才能在主里面 继续地为主来做工 教导主耶稣所吩咐的 我们知道 在整本福音书当中 耶稣的教导 教导有很多 但是 有非常重要的教导 我列举了三个 第一个是大诫命 耶稣说 你要尽心尽性 敬意 爱出你的神 其次 他又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 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耶稣怎样爱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第三条就是今天我讲的主题 大使命 你们要往普天亚去 传福音给万一 这也是我们教会 五个意向当中的第一项 遵守大诫命 去遵行 遵行大诫命 遵守大使命 所以我们要听从主耶稣的教导 要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如何对于这个大使命有回应呢 我总结了三点 首先要谨记大使命 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 在主耶稣最后临走升天的时候 他给门徒说了这个大使命 是要我们去遵行 我们都是在创世之前被神所拣选的 神 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一批基督徒 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 你要将这白白的舍去 多给了就多得 所以我们要谨记着大使命 我们还得要承担使命 承担使命 是 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在理论上知道这个大使命 也要将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 要去传扬出去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是这样说的 但圣灵将领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并得 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耶稣的使命 是并和合的使命 而不是我们先将国内的或者先将我们中国人的福音 先传完了 再去给墨西哥人传福音 再去给越南人或者柬埔寨人传福音 而是我们不仅要给身边的人传福音 不仅要给境内的人传福音 也要去有着世界性的一个意向 去为所有的人传福音 我们承担使命 耶稣到神肉身带给我们的恩典 真理以及祝福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应该学习耶稣来效法祂 这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要知道 经历 我们要把所知道的 所经历的 所信靠的神 祂如何爱我们 祂是如何祝福我们 也要带给周围的人 带给普天下的人 神让我们得到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而是神的恩典先领到了我们 神要让我们成为 神祝福的管道 神要借着我们 将福音以及祝福 带给更多的人 来让人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信靠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恩赐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不同的责任和使命 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为我们 拽取的更多 神渴望借着我们 使更多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把福音 传扬出去 有的时候 我们不敢传福音 或者怕人家来 效果我们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害怕 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位主 是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他已经掌管了天下 地下 以及所有的全民 因为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 将来还有 我们在审判台前 还要向他来交账 所以每一个属基督的儿女 都应该有宣教的大使命 就像保罗一样 他有着欠福音的债 神托付给他的使命 他就算在街里面 坐在街道里面 身体没有自由 他还是要去为主去传扬福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更是要将这个福音 将这个使命牢记在心 因为大使命的工作 还没有完成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也是最大的盼望 就是希望主再一次的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接我们去 因为神是全能的 神有能力使人 瞬间的变成主 神为什么要我们去做呢 祂是要给我们有一个恩典的机会 要我们与神拯救计划有份 这是何等大的功 何等大的一个福分 我们与神同工 我们在神的圣工上有份 能够带领人认识主 归向主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 给我们获得恩典的一个机会 本来我有一些图片 就是我在三月份去巴拉玛 参加了一个短圈的一些照片 以及分享 但是可能图片今天没有办法分享 我就简单的来分享一点心得 我们在我们总共有五个学生 也是非常的这个diversity 就是有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有韩国人 有一个日本同学 有一个印度人 还有一个白人 我们五个学生一起到了巴拉玛 他参加了这个蓝音笔 就是美兰青衣会的宣教部门的 在巴拉玛的一个短圈的活动 和我们一起同工呢 还有来自其他三个州的这个教会的固者 以及退休的宣教士 巴拉玛是一个在北美和南美中间的一个 一个很小的国家 当地其实是 巴拉玛其实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很多的人都是相信天主教的 但是主耶稣的福音 新教在巴拉玛的这个信徒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有机会到了巴拉玛 有去学校给学生去传福音 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 但是最终的目的是 让他们能够了解这位主耶稣 我们也做了 我们也去了大学 与大学里面的学生来分享 我们还有一些英语讲 因为巴拉玛主要的语言是西班牙语 所以这些讲西班牙语的人 他们希望能够练习英文 所以就在他们定期的会在参观里面 举办这个英语讲的活动 他们的英语讲就是用 他们的母语是西班牙话 来练习英文 在练习英文的同时 也有机会来一起查考福音 所以透过这样的很多的机会 就将主耶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们在临行前的一天晚上 是做了这个Homeless 还有这个Prostitution的宣教的工作 是和当地的一些组织一起同工的 其实是有一些危险的 因为在晚上八点钟之后 我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 我们就走在街上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无家可归的人 就在路边躺着 或者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 我们就走上前去 为他传福音 给他祷告 他们也非常的乐意 这也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呢 真的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醉的 他们的生活处境非常的糟糕 甚至都没有地方住 每天的三餐都没有办法来保证 但是主耶稣的福音 主耶稣复活的大人 拯救全世界的灵魂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计划 这些社会的这些社会比较弱势的群体 他们也是有机会 也是有这个权力去听到福音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事工 所以回来之后是给我的感触是非常的深 主耶稣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要两千年了 但是圣灵却一直与我们同在 时时刻刻的在做的这个救赎的计划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再一次的回顾主耶稣 对我们所说的大使命 谢谢大家 谢谢传道的正道分享 我们唱回音诗歌 侍奉他越酒越甘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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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请入主的过度 永远圣灵华 这么一样吧 说的大使� Purple 兄弟姓 有什么转称 这个信心 转称 这件事 你要却为能够我们都要编意 然后赞通但谈我们的衔寶 序会述虏 越久越甘甜 我愿更爱他 因他爱永不变 心中从心恶在地 如在天 我的老师同他 越久越甘甜 他总是我的圈 你需要 他永逢不叛 你只是我心的希望 我感到是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是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愿更爱他 因他爱永不变 心中从心恶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是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们一起为今日的奉献祷告 是的 主我们越释放你 越甘甜 主 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 释放的主 主 你说 敬畏 耶和法 心存谦卑 你就 赐他 富有 尊容 我们生命为赏赐 主 我们要请你抓住 你的允许 主 吸引你的大使命 主 我们也愿意 精心敬意爱主 也愿意爱人如己 主 我们现在奉献 由你得来的 主 扩张你自己的境界 吸引更多人来回向你 我们将祷告五佩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人 阿们 阿师 神还不知主耶 月下生日够大处月 月下万云 月下祖民 阿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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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弟兄弟们继续在意 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生命的感动 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